第2條 另一條的公務員手則 我手上有3.12 我讀給你聽聽 盡忠職守 專業勤犯 公務員必須以服務市民的精神和專業的態度行事 對於與他們有公務交往的人士 公務員所表現的行為 須能取得並維持該等人士對他們的信任 你認為昨天DO這樣拉隊離場 是不是能夠令到區議員很信任他們 主席 我們從來不會在公開場合討論個別同事那種工作的情況 你都撐了一招 我現在問你 你同不同意昨天DO的做法 能夠獲得中西區區議員的信任 我還有下一句還沒讀給你聽 可以還是不行 有沒有獲得信任 主席信不信任是其他人去說 我覺得每一位公務員都是按住自己的認知和信念 根據公務員的守則去辦事 我再讀給你聽 公務員必須克盡缺職 面對公眾及處理公眾事而時 既要公正持平和明智合理 也要反應迅速和注重成效 這班區議員剛剛1月24日贏了區議會 公眾選他出來 克盡幾任去做事要通過一條議案 現在你那班公務員不同意拉隊走 這些叫做克盡幾任盡中職守 叫做什麼克盡缺職 這些還是遵守公務員守則 我拿著你那份公務員守則 局長 我跟你隻字講 你在這裡講忠誠 我現在就跟你講第二條守則 一樣在裡面的 你回答吧 局長 主席議員提出這些討論 跟我們現在講的議程似乎是有些偏離 不過我也想指出就是 我們不應該在公開場合 去拿公務員個別的表現去討論 正如我們說 是呀 我現在問你是否同意 你覺不覺得是 如果你告訴我覺得是的話 你還有16個區議會可以慢慢拉隊走 你是不是可以還有五倍款 局長 我已經說了 我們不應該在公開去討論 以及不在議程裡面去討論個別 部門和公務員的表現 胡志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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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 請你禁制